你好,欢迎收看8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路易会 花莲县议会3号上午在第一会是召开了 筹主建制脱婴中心紧急事件处理机制与流程专案会议 对于7月14号,花莲发生了首起脱婴中心死亡事件 对于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在这个事件的紧急事件处理流程 这按小组要求比照性侵家暴的紧急事件机制来办理 花莲县议会召开筹主建制脱婴中心紧急事件处理机制与流程专案会议 但是对于社会处所提供的后续检讨资料 仅止于社会处脱婴中心以及受害者三方关系来诉说处理的流程 为把全则单位的危机处理流程建制做一检讨是相当不当的 今天议会在这个角度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协助各位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 但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很可惜的 简报里面只有两页 在讲这个流程 36页跟37页 而且一页是讲的放了中央的流程 那花莲呢 检讨脱婴中心的管理 不是讲检讨脱婴中心的这个事件 是管理 管理的角色是谁 主则的单位就是贵处 行政的权利也在贵处 过去积核防腐等等的这些东西的建制也在贵处 所以施托跟你们没关系吗 跟你们非常有关系 管理这件事情谁要建制贵处 那你们的简报只有一页 第25页 看到问题才可以解决问题 这份资料很谢谢你们的辛苦整理 但是这份资料我们没有要做个案研讨会 做个案研讨会才需要再讲这些事情 但是我要的是这个机制得要建立起来 中央会议主席杨华美议员指出 事件发生后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在7月18号 才进入处理脱婴中心的影像保存 以及后续给予家属的协助 社会处长陈家富也表示 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也得到许多的经验 订定紧急事件的处理流程吗 好 这个部分我们愿意带回去来做处理 专案小组由议员杨华美主持 县议员黄欣 双制裁议员共同参与 专案会议的讨论 专案小组并指出 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看到中央法规不足 地方政府应变能力有待加强 危机处理的机制需要建立起来 并且在公司系统应比照性侵家暴的机制来比照办理 才能够从这次的事件当中学到经验 发挥社会处应有的功能来协助家长 记者凌结花莲市财宝导